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回国的经历 前一期给大家介绍了各种码 现在来说一说一路上的过程,以及14天的隔离情况 经过每天提心吊胆,担心航班熔断 终于我们的航班可以准时起飞了 我也顺利的拿到了健康绿码 多伦多的皮尔森机场人非常的多 到上海的航班排队很长 到了机场里面因为是多伦多时间的晚上 很多店都已经关门了 但是靠近登机口的免税店还都开着 我绕了一圈,没有什么心思买东西,也没有什么心思拍照 我们的航班还不错,晚了一点点 基本上算是准时起飞吧 因为之前几个星期航班熔断了不少 所以我们这个航班的人非常的多 也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飞机绕道一点点,比原计划多了一个小时的航程 目前多伦多回上海的航班都会在汉城停留2-3个小时 乘客不需要下飞机,仅仅是更换机组人员 然后继续飞上海 有的说更换机组人员是因为隔离的安排 也有人说是因为工会规定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多少个小时 总之在汉城机场停留了2个多小时后 我们的航班准时到达了上海 下期以后先要登记,填写旅客入境单 然后领取做核酸的小瓶子 拿好了小瓶子就朝着做核酸的地方走去 一路上的标记很清楚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 做完核酸拿行李,很多地方不让拍照我就和大家说说吧 要提醒大家的是随身行李一定要简单 因为需要走很多很多的路才能做完这一切 拿出行李后机场里的人群基本上分成三大部分 一部分是走省外通道的 比如我这样隔离完了以后去其他省市的 第二部分是江泽一带的 第三部分是上海本地的 走之前我在网上做了很多功课 都说隔离酒店是拆盲盒 因为我的眼镜丢了,两眼模糊 所以我不顾一切的跑回去找眼镜 等我回来最后到外省通道的时候 基本上是最后了 很快的就上了来接大家的大巴 大巴也没有什么选择 一辆车装满了到下一辆 你要去的酒店取决于你上的大巴 而这些大巴也是要根据当时 哪家隔离酒店清理完毕可以接待了 所以完全不需要猜测 跟着队伍走就行了 一上车我的眼睛就刺痛 完全张不开眼睛 我猜是因为上一班的乘客走了以后 大巴进行了消毒 这些消毒液非常的猛烈 所以我的眼睛不适应 特别的我的眼镜没有了 所以没有任何保护 我在车上滴了好几次眼药水 略有缓解 天气异常的闷热 我这个从寒冷地带来的人 还穿着羽绒服 真的觉得快中暑了 大巴开了很久很久 大约一个多小时到了嘉定 我们入住嘉定区的绿蒂玻璃酒店 每天的住宿费用是475人民币 一天三顿饭 套餐可以选50或者100人民币的 在我前面的小姑娘看了一下下一周的菜单 告诉我100的应该是比50的 多了水果和饮料 大部分人我想应该都是选50一天的 我也是选50一天的 一味味的登记 一个个的单独上电期 花了很长的时间 终于到了房间 又热又累又饿 从下飞机到隔离酒店房间 前后经历了大约5个半小时 我觉得每一步都是一环扣一环 环和环之间并没有等待很久 但是到了酒店后 我真的是饿坏了 酒店还是挺体贴的 帮我们订好了午饭 看了一下我的房间 房间很大 接下来我要在这个房间里 足不出户的单独待14天 后来才知道这家酒店 应该算是隔离酒店里的天花板之一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幸运的吧 房间看着干净整洁 毛巾和被褥、被套、床单都很新 也很干净 我之前听了大家的说法 自己还带了被套、枕套和床单 在这家酒店这些可以省略了 另外我还带了罐咖啡 这样解决了隔离餐没有咖啡喝的问题 因为时差每天很早就醒了 烧一点开水冲一杯咖啡 安静的坐一会儿 听着窗户外面小鸟的叫声 很多年没有这么放松过了 隔离酒店每人每天50人民币的饭菜还过得去 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油腻了一点 我们刚入住的时候说是不许买外卖的 单子上也列出来了不能买熟食以及切开的水果 我的认知就是不能买外卖了 可是我们一起隔离的小姑娘她的解读和我的不一样 她和我说单子上列出来的不许外卖 那么没有列出来的就是可以外卖的 这样我的水果问题就解决了 还是挺开心的 上海的隔离政策在我们落地的时候是全封闭隔离14天 然后赋予黄马 14天以后闭环转运到黄马酒店 隔离了一个星期以后 在我们回国自住的群里有朋友说他们接到通知 14天闭环隔离以后直接就赋予绿码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酒店虽然没有公开说 但是我打电话去前台也确认了这个消息 由于北京的政策还是需要在入境口岸隔离满21天才能进京 那么剩下的7天我就需要自己找酒店了 因为上海疫情最近比较严重 朋友建议酒店的区域最好定在低风险区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酒店 低风险的酒店很多都不接受14天刚隔离完的 一家家的找过去 终于找到了一家能够接受14天隔离完的 价格又还适中的地方 因为可以免费取消赶紧的订了下来 这中间还经历了几次小起伏 有两个酒店在接受我的预定后又打电话回来说不行 其中一家说会半封闭管理 但是价格却是很高的 所以最后我选了这家 后面我会专门来介绍这个佳琪酒店的预定 以及经历了一些什么 解除隔离的那一天 时间是在早上10点18分 同一家酒店隔离的朋友有的一大早就收到绿码了 可是我的迟迟的没有变成绿的 看着大家陆陆续续都出了酒店 我等啊等啊 一直等到下午4点多还没有我的消息 打电话去问说我的核酸报告还没到 如果我没有这个解除隔离的证明书 绿码以及核酸阴性报告 下一家酒店是不会让我入住的 正在我非常沮丧的 认为可能需要多住一个晚上的时候 终于争余 我的报告到了 14天的隔离很快 每天锻炼身体 在屋里走走或者做瑜伽 处理一些手头的工作 等着送饭和家人通话 早早的起来发呆 日子其实并不难打发 一定一定要放平心态 不能急躁 既来之则安之 离开隔离酒店之前 我把房间都打扫干净了 虽然我知道他们还有专业人员来清理消毒 但是表示一点我的尊重吧 每天服务我们的人员 在29到30度的高温下给我们送饭 落地以后在第一天 第四天 7天 10天和14天都会做一次核酸 他们真的是很辛苦 我们离开的时候被告知 每个人回到当地都需要查一下当地的隔离政策 因为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暂时留在上海的人员需要在第16天以及第21天做两次核酸检测 第一阶段14天的隔离就过去了 下一集我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 第二阶段7天健康自我监测 如何找酒店 另外也说说哪里做核酸检测 以及我是多么意外的陷入了第二次隔离的大坑 而我又是多么的幸运住在这样一家温暖的酒店里 好了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